无论你是横叉还是竖叉 我们都要灵活宽关节 那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几个动作 如何打开我们的横叉 首先呢我们把腿呢去回来一个 先去按摩到大腿内侧会有一条筋 你摸左右都会有一条 那我们用两个手呢这样揉捏 把它捏 让它尽量放松 可能捏的时候这里越紧 你会觉得越有酸痛感 来回的腻 我们这样捏十次到十五次左右 对这就一次 从大腿根部 然后捏到我们膝盖连接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捏十次再开始反侧 我们两侧腿一定要捏 当你捏完一次 一侧捏到十到十五次 已经发现它很热了 它暖暖的 捏完呢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做一个练习 好首先呢我们这个手要扶着宽 脚的内侧贴地 这样左右左右的转 把屁股稍稍抬起来一点没关系 我们这样呢左右左右的做三十到五十次 不怕多 先多灵活 好不好 要整个髋关节周围啊和腿的内侧都伸展开 热起来 但是我们呼吸要自然顺畅 很好 这样灵活完之后呢 这一侧灵活了 记得这一侧一定要灵活 我们接着用腿打空发 手扶住空 很好 然后慢慢的呼吸 这一侧灵活完之后呢 我们双腿再往前打开 这样左右左右的去转动 当我们内侧尽量的去找向地面 你会发现这个宽外侧 同样也有了伸展 那当然哈 我们想打开横插呢 宽内侧和外侧都需要去灵活伸展 这样呢 才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去打开 好 也是做30到50次 你会发现这个宽关节哈 鼓鼓大转子这一圈 大腿内侧都热起来了 那我们选择这样 一个竖脚式 两个脚相对 身体要做到严震 千万不要拱背 手把住脚丫上下弹动 先去放松一下 还继续去灵活 来 缓慢的呼吸 这里也是煽动一分到两分钟 都没有关系 好 停下来之后吸气 呼气慢慢向下 这个时候我们能到哪到哪 有秃秃的宝宝 千万不要太往下 到45度角就行了 说没有的继续 若这样的情况下都做不直 那我们可以尝试把屁股底下垫抱枕 去做练习 在这里停留五次呼吸 起来 呼气再来 再停留五次呼吸 这样反复多做三到五组 好 停下来之后一脚往远伸 一脚内收 我们一样坐不直就坐抱枕 好 手出地 身体延伸 呼气向下 我们这样伸展 在伸展当中呢 停留五个呼吸 也可以做三组 一侧 做三组 来反方向 也一定要做 也是停留五个呼吸 然后起来 再做 哎 五个呼吸 再起来 三到五组都行 好 慢慢的停在这里 我们把两个脚打开 你可以脚踩地 这样如果身体能坐直 把您的身体藏在双腿的中间 说您拱背了不可以 踢个底下 一定要垫抱着 垫在这儿手扶地 要延展 好 在这里看能不能把双脚脚跟往外滑 能到这儿就在这儿保持着 呼吸 说我还可以 可以徐徐渐进的往外看自己 如果您到 能到这个位置上 那我们慢慢尝试再向前 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练习 将来有一天 你慢慢慢慢就可以趴在地面上 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收藏 每天跟练